好 这个说完了 还有一种 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种叫 Parameter Method Name Resolve 那这个我们就直接写了 十六 高三 直接改这儿 直接改这儿的话 是不是直接改它了呀 是吧 这个叫 Parameter Method Name Resolve 是吧 Parameter 参数版 是不是参数啊 那你看它里边需要配什么属性 参数 诶 这有个Param 是不是那样吧 参数 你参数名是什么 Value 参数名是什么 参数名随便 参数名是随便的啊 随便我们就来个 XXX可以吧 很随便吧 是不是 我就叫XXX的啊 叫XXX的 你注意啊 这种情况下 它是怎么做的 就无所谓了 这个就无所谓了 这个我就提交就MaiW 我提交MaiW 是不是就走它了呀 走它了 观点哪个方法呢 后面有参数啊 后面有参数啊 当然我现在得换 换名了啊 是不是换成它了 这个是不是也得换了 好 现在可以跑了 你看我怎么跑 小心 我提交的肯定是慢点路 对吧 回车 这是不行的 为什么你需要参数 问号 我的参数叫什么名 XXX 等于直接哪个方法 Do First 走 乱问题吧 你说方法名是作为 是不是参数值出现的呀 打开 走 乱问题吧 OK 这个OK了 不过啊 这个东西 我们打开它的圆码看一下 WebMVC WebMVC 是这个是吧 WebMVC 我们打开它的圆码看什么呢 看这个 Default Param Name 是不是叫Edson 然后这个强量给了谁呢 是不是Param Name Param Name Param Name 是不是有个默认值 就是它呀 它是不是叫Edson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也可以 是不写啊 嗯 如果不指定Param Name 属性 则默认 则默认 参数 名称 成是Action 好 那现在我重新发布 那这个方面肯定不行了 是吧 那我得改一下啊 改成啊 Action 走 没问题吧 OK了 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种啊 Parameter Matter Name Raleigh Go Ih 4 5 1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